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坐上宾 但是蓝文青红极一时的麻辣锅 在十二年前突然销声匿迹了 现在重出江湖 大家才发现他已经变成房产大亨 还请到了国际时尚大师吴济刚来设计豪宅 为什么过为房产大亨的蓝文青 会重启炉灶卖麻辣锅呢 来看他的故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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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他在演那个处处闻蹄鸟的时候 跟刘文正啊 我呢 饰演一个跑龙套的 我们跟刘文正发生了冲突 就双方就斗偶就打起来了 他就在两头拉 因为他是我的偶像 我又跟他在一起合作 哪怕只有三个小时 那对我人生记忆都是很深刻的 他的秘书打个电话 那时候我的外甥女在那边接到以后 说 亲舅舅 亲家亲家打电话来说马上要到我 一抓着电话 我说喂 回来了 他说马上到... 我说我等你... 他喜欢 那是我最大的一个快乐 因为这锅汤好吃 他也不是没吃过别家嘛 他为什么到了我这边 就停在这边 然后变成这么好的朋友 翻腾 滚动 犹如火山熔岩喷发的 红通通麻辣锅 任何食材只要沾染上这一抹红 包准 喷香殆尽 指导味蕾的最核心 但叫人意外的是 这一锅麻辣锅的口感相当温润 滋味香麻却不嗆辣 只叫人一口接着一口 我觉得很好吃 它是让你嘴巴麻麻的 不会让你就是真的像就是那种麻辣锅 然后会就辣到喉咙整个很不舒服的那种辣 麻辣锅的汤底是很顺口的 其实喝下去不会让你觉得有一种 卓越的刺的感觉 对 所以你不爱吃辣也可以接受 对 可以接受 连不爱吃辣的味蕾都被收服得服服帖帖 全因为这一锅满江红的幕后推手 蓝文青在麻辣锅界是个传奇人物 好吃吗 好吃也好吃 笑声爽朗的蓝文青 可以说是许多五六年级生的偶像 三十多年前以电视剧天蝉再变的大侠形象走红 后来大侠淡出了演艺圈跨足麻辣锅的市场 因为口味独特掳获不少明星的青睐 当中永远的东方不败林青霞 以及包青天金超群都是做上宾 只不过宏极一时的大侠麻辣锅 在十二年前突然销声匿迹 如今重出江湖魅力依然不减 傍晚五点一开店就出现了排队民众 四点五时过来 为什么那么提早来排队 因为之前就电话打不通了 小的提早来排队比较有位置 那么早就来了 怎么那么早就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小孩有吃过 以前吃过 看到老顾客再度闻香而来 蓝文青笑得开怀 这一次重启炉灶 他格外珍惜能帮大家服务的机会 怎么会跑来 太久没有吃了 真的真的 好香 这个锅你好好享受一下 非常好吃 教老顾客念念不忘的大侠麻辣锅 美味的关键就在于 这一锅喷香扑鼻的汤底 但做法却像大侠修炼的武功秘笈一样 不能外传 原来这是蓝家从清朝流传至今的秘方 大家兄弟也都发了毒誓 我如果这个随便都可以告诉别人 我怎么对得起别的兄弟子 虽然麻辣锅的汤底是不能说的秘密 但蓝文青有介于当今的食安问题 越来越严重 决定大方公开用来熬高汤的食材 美国五谷牛小排的肉 这个拿来吃都是最优最好的肉 我们拿来煮汤啊 你说我们的公本费当然是比较贵 那成本一斤多少钱啊 这个不能说 说了我会哭啊 很贵啊 这熬出来的骨头汤就好吃 不计较成本单纯以牛大骨 和美国五谷牛小排 慢熬而成的高汤 滋味鲜美天然不作作 单单喝汤就很美味 用来烹煮麻辣三宝更是对味 大肠它的东西就一个嫩字 你像我们在外面吃大肠有时候咬不断 尤其我们一定要有年纪的 其实都要像这样 这样扯 可是它的大肠很细 鸭血就很绵密 对 比较没有就是像人家那种 缝隙很多啊 在外面吃的经验就是你只要吃到 就不好的鸭血 你整个嘴巴一咬下去 然后它就会松滑滑 然后就是嘴巴整个就是 会烫到嘴巴 冬豆腐非常的绵密 而且它吸饱的那个汤汁 吃起来非常的过瘾 如果你是无肉不欢的老饕 这里避免的美国五谷牛小排 属于最高Prime等级 油花分布均匀 有如华丽的大理石纹 只要放进燕红汤锅里 涮个几秒 等到鲜红肉片 换上粉粉嫩嫩的外衣 就能起锅 搭配一样红彤彤的蘸酱 风味更加分 香中带麻 麻中带香 超级过瘾 吃麻辣锅吃油条的人都是高手 你们要记住 你们要记住 我们现在这边大辣的客人 越来越多 吃油条的客人就必然越来越多 听到了没有啊 有 说起麻辣锅哲学 蓝文青就难掩霸气 因为自愈为麻辣锅达人的他 人生也像自家的麻辣锅一样 耐人寻味 1984年播出的电视剧《天禅在变》 是蓝文青的成名作品 但很少人知道 以大侠形象深植人性的蓝文青 在未成年的时候 也有一段荒唐的过去 我帮朋友等于是报仇吧 对不对 他们受到的遭遇太残忍了 我的正义感 0.1秒钟就冲上来以后 我奋不顾身的 要帮我这四个朋友讨回公道 我身上带了一支 这么长的阿拉伯翻刀 黑色的 藏在后面 我直接冲进去 看到对方就这样 开始一看 哇 怎么搞的 拿着刀子要来砍他了 当时未成年的蓝文青 因为犯下了杀人未遂的案件 被送进了少年监狱 出狱之后 他后悔自己太冲动 觉得愧对父母 决定离开屏东老家 到台北闯荡 我想屏东是不能回去的 那怎么办呢 想一想 我小时候还有个明星梦 你看看自己 不錯 还是很帅 头发很帅帅 当明星去 因为怀抱了明星梦 藍文青先到电视台 从摄影棚道具工人做起 期盼有一天能够成为 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我演临时演员 凌不疼 爹不爱的 对不对 我们看到的都是人家的眼白 没看到过眼球啊 对不对 就这样默默无名 熬了九年 蓝文青最后会出名 居然是因为一场火灾 里面那个厨房 就听到那个老板讲说 起火了... 结果我一想 化妆间里面有小朋友在睡觉 那个消防员来了 我说我带你们下去 他们有那个 我没有啊 我就拿毛巾撕的衣物 我就带了他们 他们只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 你要抓着... 你要抓着水管 手不能放喔 我说你放心 底下我闭了眼睛我都会走 去到那个化妆间 我就去扎门 小朋友就在里面哭嘛 抱着小朋友我就往外跑 第二天头版 五大爆 头版 华氏一把火救红蓝文青 我在...我在家里看了 哇 得意洋洋的 怎么会有这一天 是发生在一个火场里面的 怎么不是一部连续剧 总经理吴宝华跟我讲 代表全华社的同仁感激我 然后从那时候 就让管理委员会 把我牵成中华电视台的 基本演员 我变成明星的蓝演员 等了九年 蓝文青终于实现了梦想 成为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后来主演天蟬再变 更占为演艺圈武侠一哥的地位 但他却料不到 伴随民气而来的 还有耍大牌的流言蜚语 我平常穿鞋子还是这样子穿啊 但是我救了一把火 我变成英雄了以后 我做一模一样的动作 全部都有问题了 对不对 哎呀 耍什么大牌 鞋子要坐在那边穿 歌姓直率的蓝文青 因为不擅长解释 渐渐地被演艺圈边缘化 加上过去一起吃喝玩乐的损友出现 他居然走上了回头路 那一些人 投我所好 我们在一起取暖很方便 因为小时候就是这一群小猴子在一起 酒店 杜博 打架 混老大 那个感觉是很吸引人的 对不对 就是一群烂娃娃又聚在一起 然后我又是烂娃娃里面的中心人物 我又很慷慨 我没钱 借的钱给朋友用 就这样子奠定了我失败的基础 因为一念之差 郎文青为朋友散尽家产 也让自己苦心经营的演艺圈事业毁于一旦 当时没戏拍等于没有收入的他 经济一度困窘到 连小孩的学费都付不出来 搶也不能搶 偷又不敢偷 借开不了口 对不对 小孩的学费缴不出来 还要跑到学校去请他们 再等我几天 索性在亲友的资助之下 蓝文青暂时渡过了难关 还靠着家传百年的秘制麻辣锅 东山再起 无奈后来 台湾兴起吃到饱文化 坚持单点品质的他 只好转战大陆 没想到因为饮食文化不同 黯然退出了餐饮界 他们就是传统的那种麻辣锅 上面要飘七八个灯笼啊 对不对 我们是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 漂漂亮亮的 他不习惯 正当大家以为 离开餐饮界的蓝文青 从此销声一击 其实他已经默默地 成为了房地产大亨 曾经飙下台电旁的土地 创下一瓶七百一十九万的天价记录 还请到国际时尚大师 吴继刚设计豪宅 刚好我们那个案子 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有几个销售公司 那刚好就碰到了这么一家公司 那一个负责人呢 跟吴继刚的父亲 是总角之交很好 我立刻我就舍弃了 所有包销公司 我就说这个好 或许您会好奇 既然蓝文青 已经贵为房地产大亨 为什么愿意再踏进厨房 重拾十二年 不曾碰触的油汤生活呢 我很多朋友常打电话说 清哥天气冷了 弄一锅来吃吃吧 我就煮了 大家就分着吃 看着他们很喜悦 赞不绝口 我有时候想想 这个口味 收起来有时候 好朋友吃得到 客户吃不到 欢迎欢迎欢迎 就是因为舍不得老顾客 蓝文青的麻辣锅才重出江湖 开幕当天 还有一位超级粉丝 特别粉末登场 我如果来我一定要把老包拌起来 那是我对于蓝文青最真诚的一个敬意 丁哥是属于那一种超级粉丝 他说 清啊 都别多说 你要我做什么 我说我要你帮我亲自捡个彩 他说 没问题 我全副武装 我说三哥你讲真来假的 那个很辛苦 他说我为你从上海那些行头 我通通拿回来 扮上 不光有包青天 金超群 友情力挺 永远的东方不败 林青霞也特别送来花篮祝贺 那个年代 我们跟他互动的过程中间 是让他留下很美好的记忆 跟很美好的一个回忆的 所以他也认同那一段情感 他也愿意祝福我这个事业 昔日演艺圈好友的力挺 给了蓝文青很大的鼓励 这次重新开幕 好料可以说是精锐进出 当冲这一盘 卤出满满胶脂的牛三宝 光看就诱人食指大动 到那个整个胶脂就是 你一咬下去 你就觉得这都是胶脂 像有一些牛筋 他如果卤不好 也是很像在吃口香糖 就是咬不烂 对 那总我帮你们服务一下 好不好 亲自桌边服务 好及时听取顾客的声音 睽違十二年在出发的蓝文青 凡事坚持亲力亲为 他有自信 以人生起伏熬出的满江红 能为过去卸下的麻辣锅传奇 再开新本业 我们下期待 咬下去 我们下期待 去卸下 最后 看起来 你们下期待 在哪里 他们的召集 乱 不得 我们下期待